这是也是本周报出来 就是说他Genesis和整个 和Gemini这个数字货币交易所 它之间是有一个借贷协议的 就是说他可以 就是这个交易所的用户 可以把数字货币抵押给Genesis 这个数字货币交易平台 然后获得远高于银行利息的一个收益 但现在毕竟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地主家也没预料 然后这就掐起来了 就Genesis和Gemini两个公司掐起来了 现在这两个帅哥 就是这个图片上的讲讲 帅哥是叫做Rinklesbrother 上周我们方也给大家提过 就是他们现在就在社交媒体公开叫榜 要求整个DCG的CEO 就Berry Separate下台 说是你借了我的这个几十亿 我34万用户的这个用户的资产 你借走了现在没还我 然后这个CEO直接就在 然后还发了公开信 然后上周我们其实我们方也提过了这个公开信 然后他这个CEO就直接就是现在 我当时不知道真借钱了还是没借 就是我没借钱 他就直接就回了说 我没借我没借你们的钱 然后就现在就正在这个 就是拉锯中 然后我们看下一页 好的 这一页的话在左边 大家可以看到是就是Gemini这个交易所 他的他这个收益项目的最新的给大家提示 就是说他们正在跟Genesis和包括他的母公司DCG 在打光就是在沟通或者交涉中 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用户的资产确保安全 然后给大家要回来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 就是说他们本来都属于其实是都属于DCG旗下的公司 但是他们自己在互相掐价 交易所和借贷平台的掐价 然后他们自己打架的时候 SAC就说不管你们谁倒霉 只要给我挣钱就好 然后就SAC说 Genesis和Gemini这两个打架的公司涉嫌 销售未注册的证券 我不管你们怎么干 然后最终谁欠谁的钱 总之你们的钱一定要封我一部封 大概就是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些吧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危机是很深的